當時學家庫的鐵仔江西邊寮和學家寮社区 只要說在大學時期在做生飲水的情形 因此台南市政府積極向重用進出經費 在鐵仔江來建立著調水站和火水的下水道 目前港町也已經完工 既然可以在大學當地區民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當時學家庫有三個例子都是比較多 包括台江西邊寮和學家寮 因此只要塗到大學發生的時尊都會刪成淫水 因此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真好是向東洋進出經費 並且在調水站和火水下水道 來解決當地淫水的財情 這個鐵仔江調水站是3.6CM 是廟前可以調3.6CM的水 調掉讓社夫不要再淫水 因為這個社夫本來就是比較多 這次港町除了當地淫水量 到達提心一彎 也在台江西區來濕地淫水站 並且叫我來提倡 來加強豐富的能力 在外國的部分 是當地淫水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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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110年的9月份開工後 大概我們就完成了 就進行了相關的淫水下水道 大概有191米 那另外呢 大概我們也建置了這個 3.6CMS的一個抽水站體 還有一個500K瓦的一個發電機組 那另外呢 我們利用這個前尺 大概有270立方公尺的一個空間 來蓄水 那這個未來呢 在豪大雨的時候呢 就可以將我們社區積水的部分 本能做一個抽牌 這就是土水上的客用 既然可以讓學家地區民眾 有一個安全的事實的生活環境 以後對大學也不用擔心 會有淫水的財情來發生 來提醒進體的生活品質 記者中會學家區彩虹報的